12年国教明年就要上路 是否真能够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 有立委很质疑 指出今年一月份 全台的补习班已经扩增到 一万八千多家 最创新高 其中有八成还是升学的文理补习班 显现学生在课业上依旧很有压力 除了文理以外 当然 外语也增加 我们要 记忆类也增加 我们要努力的让 让这个就是说我们 基本至少在我们的考试 跟我们相关的制度上 不要让他都去靠补习来做 补习班课程越来越多元 现在鸡北区的特色招生 将采取类披萨的提醒 也就是阅读与数学的基本素养评量 引起学生和家长恐慌 立委质疑 可能连老师都不知道 要怎么教学或出题 担心的家长只好把学生 送到补习班上披萨课程 出过一年的商机就高达30亿 如果它是好的制度 为什么普遍都受到质疑呢 而且质疑的是来自学生 家长跟老师 变成三叔嘛 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个政策 教育部则回应 类披萨并没有违背课程基本纲要 因此尊重台北市教育局的政策 部长蒋伟宁则说 披萨的原因是针对学生 基本能力做评量 教学校按照课纲教学 学生不用补习也会考 教育部则会持续加强沟通 要求基北区尽早公布明确的提醒 以解除学生和家长的疑虑 就算一两期踏不到 教育部则 mention